Manchester作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 除了歷史悠久之外 亦有吸引了很多自住買家投資的日本城市 但近年來還吸引了很多海外買家在買樓投資 今天帶我來和大家走近Selfor最新的發展項目 Waterhouse Garden Waterhouse Garden的位置是非常近市中心 一條馬路之隔是全個曼城最大的Arena 就像香港的紅館一樣 很多大的演唱會都在這裡舉行 而到這邊走過去就已經是曼城市中心 我現在身處的Spinning Field 亦都是曼城的金融區 在Waterhouse Garden走過來 只需要15分鐘的路程 而說到購物的話 很大的Shopping Center Andell 在那裡走過來只需要10分鐘 而坐車更加方便 這個Victoria Station是曼城的交通樓樓 距離Waterhouse Garden只有280米的距離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樓盤的位置是非常之優越 而且是十分方便的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Waterhouse Garden的模型 這個Development裡面 總共就由5個建築去組成 現在就在開賣建築A和C 在2025年Q4的時候 然後這兩棟建築就會落成 同時間它下面的公共設施Immunity 都會在一起完成 剩下的三棟在今年餘下的時間就會開賣 它預計的員工時間會是2026年的Q2 這個Development裡面 其中一個非常之大的賣點 就是它有一個很大的陸法空間 是有成3萬多的英尺 而它這裏也是有意去打造一個小社區 instead of 只是一個給你住的地方 它接下來這裏會有獨立的商店 精品的餐廳、咖啡店 以及會有一個小小的超級市場 而Waterhouse Garden也有這個設備 非常之齊全的私人會所 應該是在現時曼城來說 最多設備的一個會所 我們現在來看看它有些什麼 這麼特別的地方 首先大堂一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這個非常之大而寬敞的 co-working space 這裏就會是可以邀請朋友的宴會廳 是可以煮食的 有兩個可以給大家預訂 再過來這邊有一個私人影院 在以前來說都是沒有這些設施 再加上有這個可以打桌球、打乒乓球的遊戲室 做瑜伽的studio 還有這個有差不多3000呎這麼大的健身房 下到樓下我們就會看到這個室內的行溫泳池 裡面也會有sauna、steam room 還有一個spa的熱水浴池 再過來這邊就會有一個壁球場 還有一個半場的籃球場 是給住客去使用的 好 現在就跟大家看看waterhouse garden的交房標準 我們這個兩房單位 兩間房就分佈在左邊和右邊 確保如果你租給兩戶租客 他們的私隱度都是非常足夠的 再值得留意的就是 這個非常大的落地玻璃 是會有足夠的採光 還可以俯瞰到整個萬城市中心的景色 再看看這個size了 哇 你看看 哇 這個客廳多寬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主人房 在廳的地板就是會用laminar的地板 而房間就會鋪了地毯 確保你冬天晚上下床都不會凍傷腳 整個屋都會有電暖板 冬天整個屋就會很溫暖 再加上剛才說過的落地玻璃窗 你看它這麼大 以為會不會入很多風呢 是完全不會的 因為英國冬天是冷的 它全部窗都是double glazing 裏面一層 外面一層 所以外面就算有多冷都不會入到你 看到這個這麼寬敞的房間 你可以選擇在這裡放雙人床就行 這邊放雙人床就行 都是可以三邊落床的兩邊 再加上它本身已經配備了入場式的衣櫃 不用再買衣櫃再找位去放這麼大塊的東西 另外就是這個套廁 套廁是非常簡潔的裝修 很大的窗和可以放護膚品化妝品的地方 裡面已經會有一個棋缸 其實主人房和客房的size 基本上是相約的 不過就是多了這個套廁 廳就會有一個廁所和浴缸 所以你想像一下 到時就可以租給兩戶人 一人一個廁所 完全是有自己的私人 廚房就是半開放式的 不過也是有一個獨立的空間 裡面的家電已經全部配置了 包括有抽油煙機、電磁爐、焗爐、洗衣機、洗碗機 還有雪櫃 也會有所有的廚櫃和入場式的櫃桶 到時收樓的顏色可能會有一點出入 Waterhouse Garden集合了商業 餐飲和住宅於一身 讓你可以享受舒適的居住環境之餘 還可以坐享優越的地理位置 享受到城市的脈搏 有興趣了解多些Waterhouse Garden的資訊 就快點聯絡我吧 我是Joyce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內容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